今天我們來做海鮮蒸蛋 我自己特別喜歡吃蛋啊 所以就會找各種不同的食譜 首先蝦子去殼我會先拔掉頭之後 再從背部慢慢拆開 鋪平之後滑上一刀 我們把沙線取出來 今天我用的是巴鯊魚 整片解凍之後切成薄片 這裡感覺有點像日本料理的師傅 只是魚當然沒有這麼高級了 自己嘗試之後覺得斜切會比較容易 大概像是這樣子有點透明的魚片 蔥去掉尾部之後切成蔥末 我喜歡切的細一點 搭配蒸蛋會更好入口 加入料酒跟薑片 我們把蛤蜊煮開 水先不要加的太多 我們主要就是要取蛤蜊的湯加上蛋液 蛤蜊取出備用湯撈掉雜質 四個蛋均勻的打散 我這裡先不加鹽 因為高湯裡面已經有鹹度了 要打到盡可能的均勻口感會更好 加入蛋液一倍的水 我這裡忘了拍再撈掉浮沫 找一個深的碗先用蛤蜊打底 再放上魚片還有蝦仁 再倒入蛋液 這邊記得不要全部蓋掉海鮮 最後再放上幾個蛤蜊裝飾一下 再蓋上保鮮膜壓緊之後用刀戳洞 我用蒸香蒸了25分鐘 你看自己家的火候調整吧 淋上一勺蒸魚豉油跟香油 再撒上一點蔥末就完成了 小技巧分享為什麼要用蛤蜊打底呢 因為你要把海鮮堆的高一點 你最後成品的時候看起來才像一個海鮮蒸蛋 海鮮呢可以自由的取代用你喜歡的 最後祝你們用餐愉快 嘿今天我們來做蔬菜蛋滑湯 但是配料非常的豐富也非常的管寶 我們這邊香菜切碎不用太碎 然後呢我準備這種平口糊 你用手給它剝開味道會更好 還有什麼海鮮菇蟹味菇都來一點 你用蘑菇或者香菇也可以喔 西洋室之前很多人都說我不去皮 這邊呢頂部化開之後呢沖熱水 熱水是要煮滾的 取出的時候要小心還蠻燙的 你用叉子插住之後會更好的剝皮 切塊呢大塊一點 大塊吃起來感覺比較飽啊 份量看個人喜歡的就多一點囉 準備榨菜或是外婆菜都可以一大包 加入一點底油先把榨菜給炒乾 就像我們之前炒泡菜一樣 炒乾之後它的味道會更好 炒乾之後加入西紅柿跟一點點的水避免不破 然後也更容易幫它炒軟 調料我用生抽跟一點點的醋 炒軟之後呢就加入其他的水 大概是鍋子的一半吧 再放入剛才切好的各種菌菇 來一點玉米筍 那玉米筍很棒啊吃起來非常好 它口感上有點不同 接著呢你邊攪拌邊倒入蛋液 讓它形成蛋花 最後加入大量大量的香菜就完成了 香菜當狂喜啊 如果不吃香菜的呢加蔥 簡單裝盤灑上一點白胡椒跟香油 整個菜呢是非常自由 而且熱量很低的 你想放什麼就放什麼 你加一點肉米再來一點土豆 說不準就很像羅宋糖了呢 什麼都可以取代 嘿今天我們來做歐姆蛋啊 作為呢最廣為人知的西餐家常早餐蛋 但是呢我一開始卻很常翻車 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學習到現在的心得 首先用銀片的方法切洋蔥比較方便 大蒜切碎或是切片都可以看自己的口感 香菇或蘑菇去掉根部之後切片 不要根部的原因是呢口感會比較硬 再來切一點羅勒葉 用九層它也可以更好買 一人份啊通常是三個到四個雞蛋 因為太少的話不容易包住這個材料不好成型 加入鹽、胡椒、羅勒葉均勻的攪拌打散 直到不會看到整條的蛋白 培根也切碎用臘肉呢我也試過味道也還不錯 先炒培根逼出油脂之後呢再放入香菇 我這邊加入了一塊黃油增加風味 你不喜歡的話沒加也沒事的 等到香菇變軟再加入洋蔥跟大蒜炒香 全程中大火 取出備用不洗鍋再加入黃油煮到冒泡之後 倒入蛋液 剛倒入蛋液的時候啊鍋子會快速的降溫 這時候不建議馬上攪拌 等個幾秒鐘或是調成大火 讓溫度上來之後再攪拌它 避免它糊鍋 然後你看到我的手法啊 會是一直把底部已經成形的蛋呢 撥到上面來 這樣子呢能夠更有效的控制蛋的熟度呢 提高成功率 你只要記住一件事就是哪裡沒熟呢 就撥到底下讓它加熱 哪裡已經熟了呢 就撥到上邊 好了到現在你已經可以看到蛋熟的比較均勻了 但是呢表面還是有個均勻的液體的樣子 這時候轉到中火或是中小火 讓它慢慢的加熱 把剛才我們準備好的材料放在表面上 盡量呢讓它鋪的均勻一點 因為都擠在一起的話 你很容易翻的時候會掉出來不好成型 當然你技術過硬的話就大目沒說 上面呢再鋪上知識 我建議你有什麼用什麼 我用的就是上次做披薩剩下的 有結塊的話也把它捏碎 會讓它更好的融化 這時候啊用硅膠鏟輕輕的沿著底部把它抬起來 第一個呢是確保它不要沾到底部 第二個是有助於它脫離 這時候傾斜鍋子慢慢的從高處往低處捲 就是一個內捲的操作 一樣用硅膠鏟確保底部沒有黏在鍋子上 也可以推動它讓它更好的成型 你基本上就是用鍋子的邊緣 讓它形成一個完美的弧度 讓它加熱幾秒鐘 倒扣在盤子上就好了 我做的是半熟的 如果你想要全熟的蛋的話 其實你就在鍋子上多加熱一點就好了 最後技術總結 第一個呢就是加蛋液之前油要夠多 第二個是加蛋液的時候火可以開的大一點 幫助它成型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蝦仁的西紅柿炒蛋 這個是我看一個博主叫做馬撞石介紹的 他特別的專業我也會常看他的視頻 那我呢我調整了一點步驟 把材料換得更簡單一點 那我們先把西紅柿切塊 這邊呢我會切的稍微小快一點 大蒜我會直接壓碎之後呢再切成末 更簡單一點吧 放在一旁備用再切一點蔥段 然後呢雞蛋呢我會打三個到四個 我喜歡吃雞蛋所以會多放一點 加一點點的鹽調味之後打散備用 再來加入小半碗的水澱粉 煎蛋呢油要多一點熱鍋到油稍微冒煙之後 我們倒入蛋液不斷的攪拌它 剛剛加入蛋液的時候啊你要把火稍微開的大一點 一方面呢它成型的口感會比較好 第二方面呢避免你沾鍋 然後這個並不是歐姆蛋 所以你攪的時候其實挺隨意的 就成為大塊狀是沒有關係的 吃起來口感也不錯 如果結塊了呢你就用鏟子把它稍微弄碎 差不多八九分熟的時候我們可以取出備用 不用擔心不熟等等還會煮的 不洗鍋呢我們直接放入番茄蒜末 再加入一點點的油然後還有一點點的鹽 幫助這個番茄快速的軟化 然後加入這種純番茄汁不帶糖的 再補上一點的鹽跟大量的白胡椒 白胡椒可以多一點然後把蛋放回鍋中 喜歡甜的呢這時候加記得收汁不要收的太乾 直接倒在米飯上 你也可以在裝盤之前呢加一點水 去調整它的濃稠程度 因為呢我們要拌飯嘛 稍微有一點多汁會比較好吃 最後再來一點蔥花就完成了 這個非常簡單而且非常好做 希望大家試試看用餐愉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